如果200,000这些位置 没有在家里找到上天的时间 仍然要小心点 短期后市 可能试试3至20毫的低位 27505这个水平 所以我想在港股的部署上说 其实会更加建议短线来说 比较审慎一点 但当然了 如果你说下到275这些位置附近 而到时沽压没有特别大增的时间 其实慢慢我觉得是可以 找些货去吸一下 或者是慢慢部署一下 因为毕竟以分昨天来说 虽然无端端未试跌五百几点 但其实昨天的成交 又不是真的大得不习惯 因为昨天总有两宗的 比较偏大的赔股 蒙牛和恒大汽车 你减击那两百多亿的话 其实昨天的成交 只有大约14亿左右 其实对比日前16亿流上的成交来计 其实昨天这样跌五百几点 只有14亿又不是太大估额 所以我想暂时来看 如果要轻松一点下275这些位置也好 但到时看成交会不会放大 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去到那些位置 我觉得估额差不多之下 可以考虑慢慢吸收货